那最近我就逐渐才开始意识到 就是我们每天坐的这个办公椅 如果说不舒服或者说不好的话 会对我们的身体 包括颈椎带来很多这种不好的体验 那如果说颈椎不好的话 可能还会影响到更多的面 比如说你睡眠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那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这个手是常年的鼠标手尖笑颜 那最近也是颈椎包括腰部这一块 也会经常很酸疼很不舒服 那可能更多的原因都是 坐的时间久 或者说坐的姿势不够正确 导致的 所以说我前两天呢 也去到朋友的这个办公室啊 去参考了一下别人的办公椅啊 我发现他们那个高端的办公椅呢 确实还是有挺多讲究的 里面不仅有人体工学的设计 还有很多那种就很细的一些讲究吧 所以呢我也是趁着这个双十一呢 这个下定决心也给我们办公室 所有人呢包括我的椅子 也都给换了一个新款的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来自 世凯的一家公司做的椅子 这个椅子世凯这个企业呢 其实他们的做的产品都是比较高端一些的 那价格也比较贵吧 六把椅子已经快把我这个 就是拍摄的这个区域都摆满了 所以它是体积比较大的 但是我据说好像他们这个椅子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包装 是因为里面的组装的部分呢 没有特别多 你打开之后简单搞一搞就成型了 不像很多椅子 它是很多腿啊 很多这个椅背啊 都是需要你手动的去安装 好 那我们就先打开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 组装的 先开了一个最大号的 然后打开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空的箱子 这个空的箱子主要是放在这 来当做填充的 哎 这个根本不用组装啊 都是装好的 我还以为让我要组装一下呢 其实都不用组装 然后这个头枕可以这样往上抬一下 好重啊 哎 是底下有勾引扣着还没重 没有东西扣着 真的好重 我去 这这么铁块吗 这是 这也太重了吧 我感觉底下是铁块 你知道吗 这个还可以往两边去 是因为底下重才会这么稳吗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把剩下的全打开 好那开箱呢都开完了 也都把它收拾干净了 所以简单给大家看一看这几个椅子 那很明显这几个椅子当中呢 就是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一台 这一台是我的哈 首先先把它署名了 这个椅子呢是这个品牌里面 最高端的那个系列 但是不是最贵的那一款 因为最贵的那款呢 它整个表面都是皮质的材料 我不太喜欢皮质 所以说就没有选皮质的那一款 那这一款呢是 比那个皮质稍微再便宜一点 那这两款呢其实是同一个系列 只不过有一个头有头枕 有一个是没有头枕 那这也会有一些差别 那其他地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来坐上去简单感觉一下 那其实刚才我已经简单感受了一下 就是这款椅子在我坐上去之后 你看它整个背面 这块是很薄 但是它它会有一个曲线 是非常贴合整个这个背部的 一个曲线的 无论你坐上去就是直着腰的时候 或者说你往后躺的时候 贴合度的这种感觉是我不太好形容 当然我们之前买的那几款椅子 那也不便宜了 也要这个几千块 但是买回来之后就好几个同事 就已经在椅子后面加上抱枕了 就是加一个枕头 然后这样的话你坐的时候 腰这块支撑会稍微更舒服一点 所以从现在坐的这几个椅子 换过来这个椅子之后 往上一坐 明显感觉到贴合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那这一款呢 其实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就没有上面那个头枕了 这个背部也是有很贴合的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但是其他部分都是一样的 我还是做这个吧 做这个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包括这几款都是一样的 就是它底下这一块 就是坐的这个坐垫是可以前后移的 你看现在是最靠前的状态 我扭这个就可以把它扭到后面去 这几款都是可以移动这个坐垫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块拖的这块 有点类似我们显示器上的那个摇臂 或者说那种支撑架 你按住这边有一个机关 按住之后呢 就可以上下去去调整它的位置 始终保持拖的这一面呢 是水平的一个状态 然后如果说你想左右移的话 也可以这样移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当然它也是最舒服的 就是在这几款当中 首先它背部很贴合 然后呢也还有头枕 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为什么刚才我会一直强调 它这个腰部的支撑会比较舒服 是因为它背后呢 还有一块就是这个地方 它可以上下调节 那就可以根据你的身高来上下调整 调整到你一个觉得比较舒服的地方 当然其他地方呢 功能这个旋角卡住 比如说现在卡住完了之后呢 整个后背是不能往后仰了 然后你松开再往上一调 它就可以往后仰 所以这一款呢大概就是这样 我来看看另外几个 这一把呢看上去稍微要更小一点 这个椅子 这一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在往后仰的时候 这个拖的这一块啊 它是跟着一起往后仰的 也可以调高低 有些人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比如你在躺着玩手机的时候 胳膊肘拖的这一块 如果说跟着一块往后仰的话呢 这样你姿势会更舒服一点 那如果说你在回来做直的时候 它也会直接会落下来 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款 那这一款呢看着跟这款很相似 但是呢就我说的这个这一块 就是你往后仰的时候 它不会跟着往后走 这一款也可以这个前后移动这个坐垫 你看可以前后移动 包括这个后面的腰脱 大概这个位置我坐着就会比较舒服 OK那就这几款椅子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叫几位同事过来 让他们选一选 看他们会更喜欢哪一种 那反正我先选这个了 你们几个选哪一个 那先来做的我要这个 你选这个 我要选大的 这个应该科学一点 这两款是没有头枕的 还有两款是有头枕的 反正你就选这个系列了对吧 那我就选这个 在头枕 就这个头枕 只有它这种身高的人是刚刚合适 对 它能整到脖子 然后还有摄像呢 摄像你选哪个 我选这个在头枕 那还有一个今天同事请假来 你们两个把头枕选了 剩下这两个 它没得选了 它就好 然后选完没完 这个呢我们要给网友们去 分享一下我们的使用感受 给你半个月的体验 到时候要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没问题 那好的 可以了 他要走吧 走了 自己再走 所以换椅子这种事 还是比较开心的 好了就这样 我们体验一段时间之后再说 拜拜 怎么样第一感觉 感觉腰部的承托 比原来这个好多了 比你原来这个枕头好用吗 原来这个就是意思一下 但是坐上这个椅子就会感觉 你原来这个枕头 它拖呢就拖的位置可能不对 这个确实是有感觉到腰拖的感觉 所以我告诉你 人体工具的设计 不是这个虾写 它真的有任何东西 确实 我做你的枕头 就是第一感受就是有钱真好 就是对自己好点是吧 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你知道你坐个椅子都这么舒坦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选不带头枕呢 因为我长期就是办公嘛 就脖子不舒服 你知道我平常我这个我喜欢的能力 我这样 就想怎么躺怎么躺 对就这么躺 然后你看就把手 诶我还可以这样 对吧 然后你觉得椅子就要 一样那个想躺的时候 你还可以往前调 然后就半躺抓住 我现在明白了 刚才我们重量级选手 他那个必须要弄的靠前才比较舒服 蹲位比较大 等过两天我给你填报告捡 好吧 好就这 你走吧别揍我这 这个钱真好